共产党对美国的渗透 我坐在这开始说 我不再重复的 我这我有劲儿 我说一星期都说不完 从2017年到现在 你看看整个美国社会 被共产党折腾什么样 你现在你去教堂 如果经常去教堂你会发现 就教堂里边美国人那种安静和友好 和那种快乐 是西方社会中一个明显的标志 你到了美国教堂现在 几乎是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和谐 笑容见面问好 现在没有了 整个欧洲头两天 他们来给我开会 他说Miles你要去了伦敦 你会发现过去的伦敦已经死了 完全跟你想象不一样了 在伦敦的海德公园 只要你带个名表 甚至在车里都有人抢你 德国意大利就不用讲了 什么瑞士啊什么日内瓦呀 都不用想了 欧洲已经彻底的走向了衰败 美国你到任何现在旅游的地方 就这个圣诞节 这美国人给我说 他说有带家人去度假去了 家人都是郁郁而欢的回来了 为什么呀 什么都贵 贵到就是什么都不敢问价格 通胀你想印了多少钱 到旅游地方 不但不敢问 吃也不敢吃 所以说对西方而言 现在真正的享受到了 共产党的铁拳 经济铁拳 科技铁拳 不确定的铁拳 现在全球在太空科技发展当中 在过去这几年 美国和欧洲一直在想 和中共国的外太空的竞争 探月的竞争 实际就是技术的竞争 有些人甚至认为跟中共国要合作 包括金融 美国还想过去美元一样 Swift一样 垄断全世界货币支付 和印美元全球通行 然后共产党搞了个人民币的数字化人民币 还搞了个自己的 DCMP的支付方式 都是对抗美国Swift 大家都看了公开的在沙特 要搞石油人民币 七哥2017年说的 2017年说的 5年后开始了 6年了 而且公开给俄罗斯 推广石油人民币化 而且人民币作为俄罗斯等国的 国家所谓的外汇储备货币 美国还有天真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